比如说将来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些 它是会随着我们的训练 它可以再更新 这个就是算了 去照射的这方面 先进也就是不需要 系统时间可能是跟着它服务器上时间走的 所以说会有点问题 我们现在目前从2019年 那么下半年才开始 其实才开始推荐 以想关系统车道 然后确认之后 更有意义的是这个数字本身 它们它可以去根据它的判断 然后来生成一个他认为合理的 一个拉车速达的变化 是这样一个 然后这样去是一共是这么 这个算法